人是个小宇宙 天地日月真是个大宇宙 这个是个小小宇宙 这个点刚好觉得 相当于一个人体 这是羊点 这个就是相当于人的头发 这是肩颈 这是腰腿在这里 这是脚 这是一个人体 所以这个地方 就相当于一个人的肩背 所以它为什么叫腰腿 而且它是对面 因为为什么右边是自左 为什么左边是右 你如果这个自这里一下我就差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左右关系就是阴阳关系 这个上下关系也是阴阳关系 你看我先把这个拿起来一拔 这很快就拔了 这很快就拔了